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喜之也是前面皈依和发心一模一样 然后修真心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 比如说利他的诸佛 为了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 转无上的法轮 而且跟随这些诸佛的菩萨 他们也是在众生界当中 显示各种不同的身相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也是有无量无边的善根 还有世间的凡夫人 他们也随时随地造 随解脱分 随福德分等等 也有一些善法 最重要的是自己在这里要求自己随喜 这些我们刚才佛的善根 菩萨的善根 菩萨在随时随地的时候 包括真正的一个菩萨 他可能非常简单的行为 也是度化众生的行为 包括我们自己 以前所造过的一些善意 现在正在所造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听课 我相信这个是最清净的 最有意义的善根 最有意义的善根 将来等会儿我们念 《普贤行愿品》为主的 未来的所有的 《华严经》里面讲的 善事的善根 未来的这些善根 为主的所有善根 我诚心诚意地去随喜 以前我们随喜经常说 他人的善根随喜 但自己都好像没有 但这个世修法里面 包括自己的善事所造的善意 都要随喜 那这种随喜的善根 从一个善根到最多的 所有的善根 一一地随喜 最后所随喜的善根 还有自己和其他众生 全部都是无缘当中 没有任何执著的境界当中 去安住 最后还是 以如幻如梦的境界当中去作回向 啊 这些都是实地修持的话 那么在修行当中 出现许许多多的善想 比如说我们这个善想 一般外善想在做梦的时候穿白衣服 还有诸佛菩萨给你加持 经常有许许多多好的一些梦照 白天的一些快感 内的一些烟想 增长一些信心 增长出离心 包括平时我们修行 烟想比较好的时候 跟为人出世 跟别人的这种接触的时候 是很开心的 不会很痛苦的 一般修行比较好的 修行比较成功的话 跟谁的什么事情 都不是那么痛苦的 让你发心也是很开心的 让你修行也是很开心的 有吃的也可以 没有吃的也可以 修行比较好的时候 对生活没有过多的要求 始终都是这个也看不惯 那个也看不惯 这个是坏人 那个是恶人 那个是邪人 所有的人都不好 嗯 这个痛苦 怎么办啊怎么办 就不会这样的 修行比较好的时候 即使你躲在监狱里面也好 或者什么样的境界 都有不同的修行方法 最后应该如梦如幻的境界当中回向 是想一声跟着想一声 是想的是这种产生意的 是想一声跟着想一声 祈祷